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这课咱们讨论了封装性的一部分 什么 针对方法封装 那为什么对方法封装 如果一个类的所有的方法 如果都暴露给你的话 那你证明你这些方法 都是你可以用的 对不对 但是一个类的里边的所有的方法 有一绝大多数的方法 都是为某些个别的方法 而提供服务用的一些方法 对不对 所以这些暴露给你的 你用他们没意义 对吧 然后暴露给你 还得学习他们 也比较麻烦 对不对 所以咱们是把为提供服务的这样的方法 咱们封装起来 对吧 然后只给留别人必须用到的方法 这就是一些接口和设计的一个原则 对吧 但是方法封装都比较有意义了 对不对 那咱们再看一下什么封装 封装的概念 是不是对成员属性的成员方法 都可以加上封装了 对不对 那么属性封装有什么意义啊 属性封装的意义 比方法封装的意义还要大 咱前面说过 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呢 什么时候用成员属性 声明成员属性 不是说你这个类想到的宣写 对不对 对 如果两个以上的方法 用到同一个变量 你就公用的变量 对不对 这样的变量一定得是成员属性 是不是这样的 就相当于咱们平时设计过程化的一个 全局的概念是不是一样的 那你想到一个成员属性被多个方法用 是不是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属性值一旦变化 是不是多个方法的形容也发生变化 对吧 那如果这个值是不可控的 别人随便设置 那么方法是不是就乱的 对吧 就比如说 这个里边 看好了 在这个里边 是不是用到了名字和年龄 和性别 对不对 那这里边的名字 年龄 性别 是不是都没有封装 都没有封装 就意味着 我在下面是不是可以随意的改 比如说我在这块 当初批一 我将妹子的年龄 我改成120岁 可不可以 可以吧 那他改了方法里的值是不是就变了 如果是方法的行为 靠这个变量来处理的 对不对 那方法一会我们就乱 不会被破坏 对不对 这个也就被破坏了 你看 他说的就会怎么办 我这没有调用 你看 我这如果调用一下 说话的方法 说话里边是不是用到给你点点了 你看说话就会被破坏了 破坏成什么了 当然不是这个 对 不对 这还有这个 十九话 对不对 那看一下 破坏到哪了 这个对象说话怎么说出了年龄120岁 对不对 很少人能活到120岁 对吧 行为上就会根据变量的值变化 行为就发生变化 对吧 就比如说 咱们这个电话 对吧 他有个属性 什么呢 他有属性 是不是 比如说电池电压是12伏的 对不对 那如果你随意的电压往上可以给充电的话 对不对 比如说360对吧 1200 他明明就是12伏的 那手机有可能是发生爆炸的 对不对 你拿的就不是手机了 有可能是炸弹 是不是这样的 对 所以呢 给属性负值是很危险的 听懂 所以是不能得封装上不让别人改值 这是一个目的 第二个 属性的值 如果别人随便看 比如说妹子一会说她18 一会说她24 又说她20 对不对 你现在也不知道妹子多大年龄 对吧 也就是妹子的属性 封装的名字 年龄的属性封装的很好 对吧 那就比如说手机 手机是高科技的 对不对 很怕那些什么侵权 对不对 比如说我研究到了手机的 所有参数性能 对不对 我也可以制造手机了 是不是这样子 也就是科技行为给你倒吧 这样子 所以他会将一些属性 一些高科技的信息 自己的专利的东西给封装起来 别人看不到这些属性 对吧 最近我钱包有多少钱 面子你知道吗 我老婆今天就给我一块 你知道吗 对吧 所以封装对读属性 不让别人读 是一种保护 不让别人看见就是这样 然后不让别人改直 也是一种保护 对吧 所以是很重要的 你看 现在我把年龄封装上 对吧 现在我在这会儿 是不是120 那我看一下 是不是出错了 私有属性不可以在这 所以知道属性工庄的意义在哪了 对吧 属性可以被读值 你能不让它读值 属性可以设置值 你能不让它设置值 都用这个词封装上 封装之后就不能读值 也不能设置值了 对不对 对 那肯定有人在想了 电话怎么也得充电呢 对不对 是这样的吧 那你不让我设置值的话 就意味着不用充电了 它是永久能量的了 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得改职啊 对吧 那改职是允许它改 但是必须得在一定的范围内 才允许它改 知道吗 比如说性别 看好了啊 我如果封装了 对吧 记不记得他说了 胃牙齿临时的 或者帕布雷克也是一个封装学间 是公有科胃牙齿临面的关系 去掉加上别的词 是不是为了 就去掉啊 我把性别封装了 那性别就不容易改了吗 当然了 现实生活中的 人的性别是不容易改 对不对 除非做变性手术 对吧 那你看 这个性别 假如说这个植物 容易它改的话 那也只能去两只 男女 泰国人就不好使 对不对 对吧 对 那就算仨值 保密 对吧 那你看好了 如果我允许改植的话 可要控制范围 那么这个植 咱们怎么呢 必须经过方法才能够学来 咱前面说过 私有的 私有的属性 对不对 私有的属性 外边不能跑 内部可不可以跑了 可以 所以呢 我们如果还必须改植 但是这个植还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 我们可以做一个 side 方法 方法 就随便起的一个方法 听懂吧 这里边传一个什么 传一个性别 对吧 然后这里边 wz字里边的性别等于性别 是不可以啊 但是说这边会调的地方不也随便的复制吗 你看 这个就去掉 你看 wz字里边 side 性别 对吧 这里边 这里边 来一个 太 太 佛 人 可不可以啊 看一看 太佛 是吧 妹子年长二十 性别是太佛 是不是可以改啊 方法是可以的 是不是私有的 但是呢 经过方法了 就相当经过一个加工的 就像我充电 必须得有那个充电器 充电器 其实就相当一个变压器那种感觉 有保护装饰对吧 超过 不合的话 这个方法就不问题了 所以经过方法 我就 经过方法 方法里边是一个过程 我就可以用一个过程来控制这个责 对吧 比如说 对 如果 大罗普 性别 对吧 不等于 男 或者 大罗普 性别 不等于 女 对吧 我就直接 返回 函数支援的 retype 是不是就结束了 对吧 不等于男 或不等于女 是不是就返回 对吧 如果等于男 比如说等于泰国人 泰国人 不等于男吧 也不等于你是反过 如果等于男 等于你是不是就不过了 现在你看一下 试一下 现在直接 是不是还是女 对吧 如果想把它改成男的话 可不可以呢 是不是符合这个支 就可以了 看 男 你改成 不是 因为我这块已经传这 男开的力条件 如果等于男 或者 等于女 对吧 然后取个反 刚才你 那叫他是不是也不过着条件吗 你又不成立 他直接也下来了 对吧 现在呢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男 对不对 是不是 性别等于男 成立的 对不对 成立的 再取个反 就变成不成立了 那不成立 这也就不反复了 这么难就可以设上了 对吧 这样的话 咱们看一下 如果经过方法设置 就是可控的支 对吧 这个支在你可控的范围内 那么对象就不会遭到破坏 就相当说了充电的 对吧 有一个充电器 是不是那个就控制 一个过程 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 对吧 但是你不允许别人改制的 那就封装好就完了 对吧 所以说咱们平时在做成立 好的习惯 都是封装好的 比如说 比如说名字封装好了 想要别人改制 但是性得给你留着 对不对 改名字行 但是得性得留着 因为那是祖宗留下来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是不是经过方法改制 你就可以控制 幸福掉这个的不允许感 对吧 年龄也允许别人改制 但是必须得在 零到一百之间 改成负值不可以吧 改成一百以上的不可以吧 对不对 都可以这样 那再有 取值的话 取值的话 怎么的 是不是也凤装了 比如说妹子的年龄 现在不凤装了 那别人怎么的 就不能够读出她的 什么了 她的年龄了 比如说在这话 IQ一下 到了头皮里边的 什么年龄 已经封装上了 对不对 是不是就不能读了 除非她自己说出去 比如妹子自己想说出自己的年龄 封装自己说是不可以啊 对吧 别人通过你不能找到 但是你自己说出去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钱包是我所有的 有多少钱我自己说出去可以 对吧 你不能过来看 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这是经过方法 咱们可以处理的 当然如果经过方法是说了一系列 假如就单独要这个值的话 怎么办呢 设置值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那取值也可以换 比如说年龄 Faction Gate A 你可以名字起来有意义一些 对吧 得到年龄 对吧 那得到年龄的话 你自己要别人得到 你不一定要别人得到真实 经过方法 你控制假的啊 比如说 如果这次里边的A年龄 对吧 小于20岁 那我就直接 返回 什么 到了活 这次里边的A本身的年龄 对吧 否则 如果 $这次里边的A年龄 小于 30岁 那么返回 $这次里边的年龄 减去5岁 蛮了5岁 对不对 再否则如果 $这次里边的A 小于40岁 对吧 现在有很多女士啊 都蛮自己的年龄啊 对不对 返回 $这次里边的A 里边的 比如说 减去10岁 对吧 8岁吧 那 再否则 其他年龄 返回 比如说 比如说 29吧 其他年龄 那都是29 永远29 这样的话 科样没得到 但是值不一定是准确的 有没有这个意思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妹子的年龄是多少呢 就是20岁 对吧 那假如我设置一下年龄 我在这上间呢 比如说这是 88岁呢 我设置一下 我设置一下 判断也错了 哪知道 哦 不是丢那个得到的 因为它是得到方法 对不对 对 就通过哪个 通过刀活皮里边的盖子年龄 是不是通这个刀 来 是89 所以妹子88岁的时候 看上去像29一样 所以跟别人说29 大家可以猜猜妹子的实际年龄 可以通过网络 微博微信和妹子互动 看谁能问出她的真实年龄 如果谁问出真实年龄 说有妹子 你懂的 这节课我们就是封装 咱们基本概念就可以了 因为封装 现在咱们再回复一下 封装就是对成员属英成员方法 加上修饰服 隐蔽对象的内部细节 达到对象的防护 是不是 那封装 泡布雷克是也可以封装 但是它封装的权就是权部 可以可见 对吧 私有的是封装 咱们说过 后边咱们继承的时候 还要去保护 好吧 后面去 后边学继承的时候 我会介绍保护的时间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对属性的工作 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好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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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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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